好 政治人物嘛 出席这种喜宴场合 总是能够开开玩笑 不过来说到台北市长 到底谁来参选呢 连胜文好像是呼之欲出了 不过这权贵始终呢 好像一直环绕着他也被作文章 像资深媒体人周玉寇爆料说 连胜文的奢华经历 是一直千金啊 侠气冲天哦 怎么说呢 她说这个连胜文曾经是以私人名义 邀请红篇两岸的歌手 任贤其来到地堡豪宅开唱 甚至在聚会当中 还开了一瓶要价近20万元的红酒 价势非凡 那么对此呢 其实啊 这个连胜文的好朋友 也就是中常委李德韦 反而是非常的生气 愤愤不平的说 这根本是遭到了恶意曲解 他解释 当时连胜文生日的时候 跟香港同事聚猜 有人送了这一瓶红酒 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多少钱啊 而且他也反抢周玉寇 刻意用另类手法改写 动机让人不解